大家好 我是南都汽車的孫美慧 那我現在在Toyota任職已經四年了 在這份工作之前是在電信業 電信業的話跟現在有點類似 但是電信業比較被動 在門市等客戶 那我現在必須主動去找我的客戶在哪裡 那做業務性質的工作其實在雲林這邊 我可能真的會需要一台車 所以我就決定來Toyota當汽車業務 也很剛好就是我想買車 所以第一台車就自己做業績 幫自己破單 我覺得這個跟好像跟談戀愛很像 不論你成交了多少客人 其實每一次都是我都當成是第一次 講起她的積極度的話 她應該是沒話講 我稱她為我們雲林北港所的女超人 其實不管什麼天氣 就算下雨天 刮風下雨 其實只要客人他要找我的話 我都會外出 休假像上班上班像休假 麻煩不會啊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叫Jonathan 想要在這邊做咖啡廳的創業 那我是需要有一台載貨的車 同時我們也有休閒的需求 所以希望可以上山下海上 我們平常要自己做裝潢 基本上就是沒有時間 修車廠老闆介紹了說 有位銷售非常熱心非常友善 每會就是直接把車子開到這邊來 讓我試乘 然後跟我講解車子的部分 那這一台就會是我們現在要試駕的 那個Yaris Cross 好 那我直接發動喔 可以的 OK 跟她相處起來就是非常自然 有什麼問題都會幫你解答這樣 活潑熱情 行動力超強 她自己是個蠻自律的一個業代 只要從她入色跌領就販賣百台了 自己的心態要夠正向 講到她之前商談的過程 不愉快的經驗 我們就盡量把這些事情做避免 我覺得買賣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你把當下的客戶做好服務 只要你用心做事 下一次的訂單就會在你無心插油的時候出現 疫情正在嚴重的時候 借廁所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商家便利商店 或許也會因為其他的考量 當然就不外接 那我那一天是剛好在外面值班 你好 你好 需要什麼服務嗎 小姐不好意思 我想要借個洗手間可以嗎 沒有電気可以麻煩你一下嗎 廁所在那邊 我帶你過去好了 她上完廁所 我就順手遞了一張名片給她 畢竟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三個月過後 我那一天休假 客人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記不記得她 那她講了關鍵字 借廁所 我們就約了時間 我把手上的事情忙完之後 我又趕回來營業所 那我們後來就乘交了 交車那天我有問她 怎麼會是我 那她給我的答案很肯定是 我當下借她廁所的這個舉動 讓她覺得很窩心 所以在她要買車 又是Toyota的狀況下 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 因為一般人對於女性的銷售業代來講 然後會覺得說女生可能就是 對車子性能或者是功能 會是比較模糊 但是每會給我的感覺是 我有對於車子有任何的疑問問她 她當下都是有辦法立馬解答出來的 我覺得這是她展現她專業度的一種態度 只要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肯定全力以赴 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善良的人 運氣不會太差 我們會否認識她 我們會認識她 可以 個人所以說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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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